这是美国之音10月5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但是与此同时 人们翘首以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屡遭挫折 起色不大 中共建政以前做出的有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以及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和一个主义的独裁统治的承诺 似乎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没有实现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中国民主宪政改革的历程如此艰难而漫长 中国经济的多元化能否导致政治多元化 进而启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呢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经济政治齐头并进 以中共所许诺的民主富强文明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呢 今天我们有机会邀请到海外著名民运活动人士 台湾政治大学刻座助理教授王丹博士 到美国之音在台北的演播室 围绕这些问题呢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展开讨论 因为我们是现场讨论 所以在节目进行当中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 向王丹博士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个人看法 下面就是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 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另外我们也要提醒您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之外呢 您也可以直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hinese.com 此外通过亚洲三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朋友们请注意 请您把输入接收器的符号率调整为每秒26.5兆幅 或是26500赫兹 其他数据不变 再说一遍 新的符号率是每秒26.5兆幅 好 谢谢您的关注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王丹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已经成立了一个甲子 60年整了 那么今天当中国人呢 欢庆他们翻天覆地的经济变化的同时呢 许多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中国领导人 中共领导人在建国前所做出的一些民主宪政方面的承诺 好像并没有实现 这就形成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个强烈一个反差 那么王丹博士我想首先请问您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国庆 如果我们用欢庆来作为这个国庆一个基调的话 是有欠缺的 不是一个全面的对我们这个国家60年的一个范思 那么我们现在讲中共建政60年 那它应该是个60年的历史 而今天我们所谓的欢庆其实无非就是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 尤其是近10年中国经济的国力的这种高速增长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不是在讲60年吗 那么前30年过去的极权制度所犯下的很多的 可以说是对人民犯下的罪行 那么包括像主持刚才提到说 原来的承诺没有对人民真正去实行 这些为什么在我们今年60周年国庆的时候都抹杀了 难道我们不是一个有60年的一个政权吗 为什么前30年完全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你可以看到我 其实我今天有意我是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来的 我觉得在在中共建政60年里 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今天有国力的增强 有作为一个强国的出现 但是在过去60年的历程中啊 中国人民为了变到今天这一步 实际上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 在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中 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或者决策失误 死亡的中国人口达到八千万之距 远远超过日本入侵和任何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些都不回避去不去谈了呢 这是一个客观的对待自己国家历史的态度吗 我觉得不是的 好的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中共在抗战结束之后 准备建立所谓新中国的这个时候呢 中共领导人呢 曾经做了许多承诺 在民主宪政方面做了许多承诺 比如毛泽东 他在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 在讨论呢 中国如何避免中国历史上 这个王朝兴衰成败 这个巡抚网还 这样一个怪圈的时候呢 毛泽东曾经指出呢 就是共产党找出了一个 避免这种历史循环怪圈的一个方式 那就是民主 通过邀请人民民主 当家座主来参政议政 来通过这样一种手段呢 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另外毛泽东在当时呢 也不止一次的痛斥国民党的 所谓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和一个主义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独裁专制的这个统治 所以呢 现在许多纪念文章写出来 正是因为当时共产党 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才吸引了全国民众 包括呢许多啊 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 他们齐心合力呢 和共产党一起推翻了国民党统治 把国民党呢赶到了台湾 那么现在呢 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哈 中国共产党现在呢 其实仍然啊 就是毛泽东当时痛斥的那种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和一个主义呢 竟然能延续至今 那么王丹先生请问 这里是不是您觉得 是不是有一点讽刺意味呢 喂 王丹先生 好的 我们现在那个和台北的线路呢 有一点问题啊 我们先来接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打来的电话 首先呢 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喂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郭杰好 我看了新华社的文章 前后三十年 不能互相否定 该文引述 邓上评为一句话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 但应该说 文化大革命 也有一功 就是提供了反面教训 作者说 所以文化大革命 为后来的改革 打下了基础 其理论基础是 前三十年 为后三十年 打下了基础 按此逻辑 希特勒是有功的 希特勒发动的二战 锻炼了世界和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